2019年全国两会看不在即 2月27号位于北京梅迪亚中心酒店的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对境外记者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 据介绍 今年两会新闻中心首次实现5G网络全覆盖 当天上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层大厅内首先揭露眼前的是两会新闻中心的标志性背景板 一侧则是新闻中心服务项目指南 通过指引 记者可以找到相关活动区域 背景板后方是通信网络服务室 记者可通过现场的30多台电脑查阅信息 撰写稿件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除了提供互联网上网 室内传真等通信网络服务外 两会新闻中心还首次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 记者可以在5G专用电脑终端更方便快捷的上网及传输数据 据了解 全国两会期间 人民大会堂 天安门广场等处也均已实现5G网络全覆盖 境内外记者的采访区域主要集中在二层 分别是有新闻发布厅 采访接待室 外国记者组 港澳台记者组 境内记者组等房间 不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 此外 为方便记者采访 编发和传输稿件 两位新闻中心还开始了专门网页 可供记者及时查询大会有关资料和采访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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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